她原本只是一个出卖身体的红尘女王 却是全印度第一个拥有兵力豪车的女性 而且在孟买这座城市里黑白行尸 甚至曾受到了国家总理亲自接见 而她就是印度传奇励志女性 甘古卡迪亚瓦迪 也被人们称之为孟买女帝 然而她光彩夺目的背后 却是一个无比悲伤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部高分电影 甘家出生于印度一个高种姓家族 父亲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 这个大家族出生的高贵小姐 本应该拥有一段幸福美满的人生 然而上天似乎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噩梦的开始来源 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帅气男友 天真的甘家有一个演员梦 男人便以为她引荐导演的女朋友 将女孩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小城市 两人才刚踏进这个院子 甘家就察觉出这里的氛围不对劲 她慌张地表示想离开这里 但男人只是安抚她不要紧张 说自己先去联系导演马上就来了 让甘家坐在这里等她 然而男人却就此永远消失了 随后两个飙行大汉就堵住了门口 甘家感到很害怕 于是起身想去找男友 然而才刚进入房间 就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臃肿的女人 女人介绍说自己叫喜拉 随后让甘家过来说话 女孩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大导演 连忙问起男友在哪 喜拉撒谎说 她正在后面的房间里收拾行李 就在甘家走进房间时 最后的灯瞬间被人关了起来 这时她也察觉到不对 慌张地朝前门跑去 然而门随之也被关上了 她立马惊恐地大喊大叫起来 嘴里不断呼唤着男友的名字 然而始终没有人回应 随后电灯就被人关上了 甘家不知道这里就是全印度 臭名昭著的红灯一条街 卡马提普拉区 甘家被关了两天 但她始终不肯吃东西 这时喜拉告诉她一个兵猛的现实 她的男友以一千卢比的家族 将她彻底地卖给了自己 而以后她将永远属于这里 甘家闻言瞬间崩溃了 堂堂高种姓家族的千金身份 连同梦想和信任加在一起 居然只值区区的一千卢比 之后 她又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直到她完全屈服为止 在被关了七天七夜之后 甘家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因为在这种地方待了七天之后 即便重新逃回家族也没有意义 家族一定为了维护生命 而将她活活绞死 这就是种姓制度的残酷之处 之后 甘家成为了红尘女郎中的一员 她麻木地将粉底涂抹在脸上 试图强行让自己融入新的身份 希拉却一脸不耐烦 随后甘家怯懦地走出大门 正是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战阶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她感到不知所措 但热心的前辈 开始教她正确的懒客姿势 先将一只手抬起来 然后再把右脚靠在门上 接着再将自己的左手举起 做出撩人的动作 就这样她和大家一样开始懒客 有的人只是看了一眼就走开了 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停下脚步 就这样成了她人生中第一位客人 男人对甘家感到很满意 还给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小费 但女孩接过钱之后 却直接将她点燃了 就像将过去的一切彻底焚烧 她随后舍弃了甘家这个名字 因为她是神圣恒河的意思 现在的自己已经配不上这个名字 随后化身成为一个普通人 甘 但这代表了她决心爬出地狱的性命 一个红尘女郎说出这样的话 显然有些天方夜谭 但梦买女帝的逆袭之路正式开启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甘谷开始经常帮助姐妹们写信 和寄钱回家等一些列大小事物 她要团结身边一切可团结的人 从而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时间很快来到一年后 甘谷将自己打扮得贵起失足 这样更有利于抬高自己的身家 并且她还将客人送得金银首饰 大方地赠送给身边的姐妹 她自信地告诉姐妹 五年之内她将彻底买下这里 包括希拉本人一起 话刚说完 希拉就来催他们上班了 然而甘谷却表示 为了庆祝自己来这里一周年 今天她请所有人去看电影 所以大家不用去上班了 然而希拉却让她走出这扇子门试试 但甘谷根本就不听她的威胁 表示以后每周大家都会放假一天 随后便叫女孩们一个个离开了 甘谷的做法 也让希拉感受到了威胁 但此时她却不能拿甘谷走的 然而她定然不会就此罢休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 手下突然来报 有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 点名道姓一定要甘谷服 而且对方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 希拉文言立马意识到了什么 随后让客人开出两倍的价钱 接着她大半夜就叫醒了甘谷 提出钱可以全部给她 之后希拉来到门外 她像是预感到了什么一样 故意打发手下去给自己买烧饼 此时 不明所以的甘谷来见男人 然而对方明显是个变态 她将钱和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这时甘谷也意识到了不对 她大喊着希拉的名字 想要放弃这单生意 然而男人却一把揪住她的头发 随后狠狠地把人摔在墙上 听到惨叫声的希拉 却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笑容 随后她又装模作样地在门外敲门 还让大家赶快去找男人来帮忙 第二天 甘谷就被折磨成了这副名 其中嘴唇缝了四针 肋骨断了六根 而腹部也缝了整整25针 此时希拉却心心作态地安慰她说 做这一行本来就有风险 而且报警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法律保护 这样做大家都会被抓起来 所以她想让这件事情就此过去 但甘谷却并没有就此作罢 她找人打听到那个男人的信息 得知他属于当地最大黑手党 黑手党的老大名叫拉玛 这个男人号称梦满之王 他做事情很有原则 讲究公平证明 并且黑白两道通吃 即便是警方也要给他面子 甘谷找准机会上前搭话 就在男人回过头的瞬间 甘谷立马解开了自己的面纱 祈求能给他十分钟时间 就这样甘谷正式见到了拉玛 然而男人却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以为眼前的女人和大多数人一样 只是来讨钱的 但甘谷却只是冷静地说起事实 自己被他的属下打了 但他不是来要钱的 只想要一个公正的交代 拉玛文言依旧没有重视 这时电话打来了 就在对方准备接听电话时 甘谷直接拉开了衣服 下一秒男人惊呆了 那条触目惊心的伤疤 从肩部一直延伸到腹部 甘谷说这严重影响自己做生意 拉玛很佩服对方的胆识 意识到眼前的女人绝非持终之物 于是当场就认下甘谷做一妹 并派人暗中保护她 甘谷回来后 并没有四处声张自己的保护伞 而也就在几天后 那个男人再次来光顾甘谷 希腊本以为他会拒绝 甘谷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还让对方开出四倍的价格 希腊连忙迫不及待地去通知男人 甘谷转头立马叫姐妹去叫人 然后直接单刀覆会 只见她淡定地关上了门 姐妹们对此很是担心 然而希腊却让大家赶快去工作 此时屋内的男人已经迫不及待了 她开出四倍的价格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甘谷 然而门外的希腊 却故意搬来一台录音机 随后淡定地把声音调到最大 准备看一出好戏 这时门外突然出现了大队人马 原来是那个男人来了 只见几个粗汉子瞬间冲进了屋族 他们直接把男人揪了出来 然后把他拖到大街上 拉玛二话不说 一个大尔光直接抽了过去 随后狠狠教训起了男人 直到把对方打到失去意识 拉玛才把人留下交给姨妹出 甘谷一脚踩在对方背上 这个气势瞬间把希腊震住 此时他终于明白 甘谷已不再是自己能招惹的人 从此以后 老女人每天担惊受怕 身体也每况愈下 没过多久他竟一命无辜了 但临终前还死死拽住钱不敢松手 没成想 甘谷把这些钱全部分给了姐妹们 然后拿走房屋的钥匙 他告诉姐妹们 这里从此以后 就由他们自己做主 之后 大家为甘谷奉上了白沙里 拥护他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三年不到 甘谷就兑现了自己说过的话 从这一刻开始 他正式成为了尊敬的甘谷拜夫人 然而甘谷的野心绝不仅于此 接下来的目标是 竞选卡马提普拉区的区长 然后改变这个地区女性的地位 然而竞争对手是强大的拉奇亚 她是印度特殊的宗教制度下 产生的第三性别者 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但他已经连续两届担任区长 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望 甘谷要想打败拉奇亚 第一是需要大量的钱财拉去选票 第二还要取得民众们的支持才行 其实属下们都觉得胜算太小了 但甘谷已经下定决心 为了能与拉奇亚抗衡 甘谷随后找到义兄帮忙 表示自己想接管酒庄的生命 为此解决竞选资金的问题 然而这显然不符合规矩 这让拉玛感到十分为难 他和甘谷说明一切后 直接拒绝了一妹的请求 这时甘谷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表示自己做的一切努力 绝不是为了权利 而是为了改善在这里的一切 让这里的女人更有尊严地活着 拉玛被他的决心打动了 但甘谷还是对义兄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 拉玛却将自己的豪车要是丢了过来 表示会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随后甘谷带着名贵的金银首饰 开着豪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专门为各路人马解决问题 面对不肯卖身的女孩子 甘谷会给对方两个选择 要么活着赚钱 要么服毒死去 假如遇到宁死也不肯出卖身体的女孩 她就会拿出十倍的钱财替对方赎身 然后送她们回家 属下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这番操作下来 甘谷在当地获得了很大的声望 与此同时 甘谷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这个年仅18岁的帅气小伙 阳光开朗性格单纯 是个温柔善良的邻家男孩 阿努的出现 让甘谷在紧张的竞选中 享受到了短暂的快乐 两人经常大街小巷里秀恩爱 即使阿努心里很喜欢甘谷 但她从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举动 甘谷在房间里沐浴时 她依旧安分地守在外面 这让甘谷心里很是触动 阿努文言开心不已 她站起来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随后两人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个帅小伙绑上富婆 从此踏上了人生巅峰 而甘谷也经常开着豪车 亲自来到裁缝店里接她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随着甘谷的强势崛起 拉奇亚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便派人来找她谈判 但甘谷丝毫不给对方面子 直接扇了男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而这也宣告着 她与拉奇亚的战争正式打响 随后两人开启了第一轮较量 拉奇亚故意给警察通风报信 让他们去搜查甘谷的院子 要是被查出走私酒精可是一项重罪 但是甘谷直接用大量马内搞定了警长 眼见一记不成 拉奇亚也只能亲自登轮拜访 这个第三性别者气场十分强大 她言语间全是威胁和恐吓 她嚣张地奉劝甘谷不要不自量力 因为她是不可战胜的 然而甘谷却表现得十分平静 等对方离开之后 她大口地喝了一口烈酒 随后两人开启了第二轮交锋 拉奇亚想利用自己的威望 准备在广场发表参选演讲 就在她以为这次胜券在卧室 可约定时间到了 现场却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甘谷利用关系 在演讲的必经路上 搭起了一个临时电影院 还免费请全区的人看电影 这番操作吸引了所有民众的围观 导致没有人去听演讲 知道真相的拉奇亚 生气的粉底都要震落了 而就在这时 甘谷却突然来到对方面前 嚣张地宣布 这轮较量还是自己获胜的 然而想要拿下最终的选举 获得民众和各地要员的支持才是关键 而想要彻底打败她 就必须做出一件轰动全程的事情 这时甘谷终于动用了最后一张王牌 在这个充满罪恶与堕落的街区 当女孩满15岁时 就会被粗暴地化上浓妆 在嘴里粗暴地塞进一团布 随着一颗鼻丁狠狠刺穿鼻孔 鲜血立刻流到嘴唇 而这个残忍的仪式 就是女孩的成人礼 意味着她今晚开始就可以接客 然而女孩宁愿选择饿死 也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真结 母亲没有办法 只能把她关进笼子里 然后托人找到甘谷 想把女孩嫁出去 但在印度这片土地 没人愿意取红灯去出生的女孩 就因为他们的母亲不纯洁 哪怕她本人还是干净的也不行 甘谷了解实情之后 立马想到了男友阿姆 通过自己的长期考察 她绝对是个值得交付的老实人 即便甘谷是真心地喜欢她 但为了心中的理想 现在也只能牺牲爱情 男友对于甘谷的做法很是失望 认为自己从始至终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她误以为甘谷只是一个 为了权利不择手段的人 面对男友的不解和愤怒 甘谷只是冷静地表示道 这番话终于说服了男友 然而阿努的父母得知此事后 却不愿意让儿子 娶红灯去出生的女孩 这时甘谷表示 如果她母亲被迫出卖身体 是肮脏的话 但女孩本人却还是纯洁的 而她只是出生在红灯去而已 这让阿努的父母无言以对 随后甘谷直接拿出了 25金黄金和价值10万卢比的嫁妆 这是个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 要知道当初甘谷被男友卖时 只值1000卢比 就这样甘谷亲手缔造了 红灯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婚礼 而她也彻底埋葬了自己的爱情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时 甘谷却一个人在房间里独自落泪 坚强的人往往只会把悲伤藏在身后 但整个地区的民众 在见证这场盛大的婚礼后 他们也终于意识到 甘谷将会彻底改变卡玛提普拉区 于是纷纷支持她当选区长 然而甘谷能改变人们对她的看法 却无法动摇人们对红灯区的歧视 这里的大人去银行开不了货 孩子去学校也上不了学 而且现在开发商还联合学校 打算将红灯区彻底拆除掉 并且还要赶走所有的女人 表面上是为学生着想 实际上就是要建摩天大楼来赚钱 无奈之下 甘谷只能带着小女孩们来到学校 她使出浑身解数说服校长 校长听闻只能同意女孩们入学 但她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 而红灯区的拆迁问题 远不是她能决定的了 这时两人的对话 正好引起身旁那位记者的注意 之后记者特意登门拜访甘谷 恰好此时 女孩们被学校要求提前下课回家 气愤的甘谷叫记者记录下这一课 并让她确保能登上杂志头条 之后全世界顺利看到了 女孩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正因如此 随后甘谷收到女权协会的邀请 获得了登台演讲的机会 但她看到准备好的发言稿时 知道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假话 静当众直接将她撕了个粉碎 她决定要讲出真心话 甘谷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露了红灯区的女人以及孩子们 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平待遇 极力控诉人们对红灯区的歧视 她不奢求别人能完全接受他们 只希望能保住这最后的家园 同时让孩子们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发言结束 全场起立补涨 这时甘谷终于流下了热泪 随着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就连议员都亲自登门拜访 请她帮忙拉票 甘谷希望议员能够保留红灯区 但议员表示 这件事情需要总理的同意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如果甘谷帮议员赢得选票 她则引荐她去会见总理 最终在议员的关系下 甘谷成功得到了会见总理的机会 然而此时她却感到莫名的伤感 原来甘谷的心中一直有个结 她被男友骗到这里已经15年了 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因为她还幻想着有一天 能够在某个巷子里遇到男友 然后当面质问她 为何为了区区一千卢比就把自己卖了 然而记者却希望甘谷永远不会见到她 因为再次见到那个男人时 她就会从坚强的甘谷拜 重新变回那个天真的女孩甘家 她心中为他人奉献了火焰 也会就此熄灭 所以忘掉过去展望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甘谷文言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因为这里的所有人都需要她 所以她必须一直坚强地走下去 为一路走来的苦难彻底画上句号 最终甘谷来到首都见到了总理 她向总理阐明了一切 同时极力争取红灯区的合法权 想为这里的女人们争取公平的权利 甘谷认为给红灯区立法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会得到实现 但拆迁问题却成功引起了总理的重视 她将胸前的玫瑰花赠送给了甘谷 这也意味着 卡玛提普拉地区的四千名女性 和八百多个孩子 终于避免了流离失所的结局 当她再次回到这里时 整个地区的民众都出来家道欢迎 有她一直以来的家人和朋友 就连曾经的敌人也送上了敬人 甘谷当然远远算不上圣人 像她这样的人 甚至不会被绝大多数人铭记 但她用实际行动守住 女人和孩子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同时也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灯 她没有成为梦想中的电影演员 可她的一生却活成了传奇 被那里的人们铭记了近六十年 不得不说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 美貌智慧胆识这三样东西 即便她深处地狱 迟早也会爬上神台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